大家好,我今天就会讲解一下 如何将我们现在的VM restore上去AWS的 首先我们开开我们的VBR 然后我们就在VBR那里找回相对的Job 然后我们就选回Restore EC2 然后我们就会选回我们用的IAM 和我们相对应的一些Regions 例如今次我们选择TOKIE 接着之后我们就可以选回 我们改回我们的VM Restore出来的EC2的名字 例如今次这一只我们可以加个prefix 或者我们加个subfix在后面都可以 那我们今次这里 直接将我们的EC2的名字 改为SendOS 我们之后再会选回我们 一个相关的一个Instant 例如今次的SendOS 我们就选择一些小一点的Instant 例如我们选择T3的MicroInstant 就是两个CPU一GB 我们也可以将我们的License Bring your ownLicense 上到EC2上面 之后我们再会选择一些 Networking setting 例如我们选择相关的VPC 我们选择相关的Subnet 亦都选择相关的Security Code 以及最主要就是我们会不会 加上一粒Public IP 就是Elastic IP 接着之后我们就会 Define一只Poxy Appoint 去帮助我们将VMRestore上去 那我们也都会将我们的Poxy Appoint 选择一个Instant type 例如我们选择一个T3的Medium的Instant 接着之后选择相关的Security Group 记住我们也都要开4.4.3这个Plot 接着我们再选择Next 接着之后我们就可以 review我们一些Restore的Setting 接着我们Restore完 选择我们Restore的Setting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Power On我们的机器 接着之后我们按Finish 那你们就会见得到 我们就已经是Restore上去 我们的EC2上面的了 那大家也都在VBR的画面 看到了我们所有的一些Lock 就像现在这样 我们已经是将我们的Poxy Appoint 在我们的EC2那里 那我们进去EC2的界面 我们按一下Refresh的键 那你们就会见得到 之后按我们就已经 review了一只Poxy Appoint 在帮助我们做Restore的了 那之后按我们就可以 等多一会儿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VBR console上 看回所有 我们的Restore的一些Job Lock 和我们一些时间点的 像今次这只VC2那样 我们就有23分钟 我们就可以restore上的EC2那里 那我们也可以在 EC2的Dashboard里面 去refresh一下就会见到 一只New Sanoresi Operating System 就迈归了上去 一个EC2的界面上的了